聲音都這麼亮 你看看 對啊 你真的一開口唱歌 丫鬟馬上變千金大小姐 謝謝 不過今天安歆芸 她也是92.2 非常高的分數 評審來做講評一下 林隆軒老師請 我很想問蒨時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面對一個高手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心裡 非常上上下下 可是你今天面對的是 你的心裡到底在想什麼 你怎麼面對 就兩上兩下嘛 搭到一個平衡就好 或兩左兩右這樣 我就是抱著欣賞的演出 因為我覺得這好像就是 我覺得每次來這邊 就好像 所以當輪到我的時候 每個人都一定要表演得很精采 輪到我的時候 這個時間是我的 所以我就把它放進... 就把... 所以你就享受這個舞台 我覺得這個經驗很好 也可以給大家一個 非常好的經驗這樣子 有人說怎麼樣子的女人 是最有魅力的 然後那個答案 當然有很多答案 但其中一個答案 他說 那我把這個 從容這個放在歌裡面 我覺得也是耶 如果你唱歌的時候是很鬆 很有自信 然後不疾不徐的 我覺得那個歌聲就很有魅力 我剛剛聽到你唱歌 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特點出來 繼續加油 很棒 今天很棒 謝謝老師 丁曉雯老師請 蒨時 有壓力 看得出來有壓力 但是我還是要說 你今天表現得相當好 還是有展現你歌唱的實力 雖然到後面 因為走位很多 舞蹈的動作很多 其實到後面有一點點喘 但是真的這個需要練習 我覺得昕雲 你知道 他平常在練 不一定要去滑龍舟 你可以做別的運動 對不對 但是運動 對歌手其實是很重要的 除了練習你的肌耐力之外 你的整個的共鳴腔 包括你的氣的運用 其實都很有幫助 所以我覺得昕雲是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示範 當然我覺得 蒨時今天表現得非常好 但是安心雲也不是這個 這個來者不善 這一點是讓我真的 謝謝 今天開了眼界 因為多半我們的藝人 常常需要一些伴舞 一些舞者 跟他們互動 來幫助他們 營造一些氛圍 幫他們來加分 但是今天安心雲不是 你完全像個領導 你就是主角 這些舞者是跟你交融在一起 這是今天最讓我積賞的一點 所以我覺得 其他藝人組的藝人朋友們 一定要拿出這種自信來 就是你就是主角 你就是王 你就是後 我覺得你們都是贏者 加油 謝謝老師 老師 謝謝 挑戰的是92.2 蒨時 能不能輕鬆過關呢 評審請給分 十分努力 所以看起來十分從容的蒨時 這首歌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70、80 90 90 91 92 92 小數點是多少 0 1 有沒有 還有沒有 92.2分 同分的舉例 太壞了 那個電腦還卡一個E在那邊 搞 捏一把冷汗 我的天啊 好玩嗎 這樣 我都快破音了 今天兩個真的很精采 驚險 恭喜 兩位都能達成平手 是 我們要從他們票箱 抽出一位幸運的觀眾朋友 得獎的是 恭喜這一位得獎者 得到獎金三千元 我們另外加碼抽出的三位 消費高手好關鍵的得獎名單 將會在下個禮拜一 公布在我們台灣那麼旺的粉絲專頁 大家要記得去看哦 再次謝謝今天所有參與 也演出的選手努力的表演 讓觀眾朋友 在視覺上的享受達到第一 更感謝我們現場的觀眾朋友 對我們的節目支持跟鼓勵 也謝謝我們最男評審 也最專業的No.1評審團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更感謝我們辛苦伴奏 充施我們音樂的 KON-CHAK大樂隊 更要謝謝一直陪伴我們的 觀眾朋友 你們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會努力把節目做得更好 別忘了 每週六晚間 8點鎖住民視 收看台灣那麼旺 台灣No.1 謝謝 謝謝 下週見 謝謝家綺